經過上一集一出街 我已經達成了我的目的 就是等你們沒什麼特別需要的人打燒出去的念頭 經過千辛萬苦 山牆水淹填了N那麼多發表 伸了N那麼多資格 終於出到珠海 但問題就是 竟然在港珠澳關後 弟兄 真的有多好在這邊出關 一出到去你就會發現 港珠澳的珠海口岸 真是有空有狂 不過不用怕 幸好我做資料搜集 當中有幾個方法可以回到港珠澳 其中一個就是坐普通的巴士 但是巴士 是沒有直達的 那麼麻煩 還要跟別人迫 下個方案 幸好 它還有一個專線靜達大巴 人家就叫拱北專線 但十分講究緣分 它有固定時間的班次 基本上 你終於出到去 就只有點半 兩點半 三點半 五點半 給你選擇 是迪士多過客人 難得出來一次 豪爹坐過迪士有什麼所謂 怎麼都比澳門便宜 搭了迪士之後 迪士就慈懵拱北 不過 其實好像有點兜路 可能是不知道什麼道路政策 是不能直接到拱北地下商場 是要經過拱北隧道 再出這個豬三角環線高速 再過跳河 差不多到這個華法勢基成 它才會兜回去拱北 逐逐遠了一整排 所以平時15元又到 今天要成30元 唉算了算了 好比區 五個月沒有出豬海 豬海沒有了大部分遊客之後 清澈了非常之多 不過大家的袍點 富華里都算幾多人 口罩方面 大家大部分都有戴 趁有一點時間 還去完這個 板杖山新 開了的網紅行人隧道 迎賓路是幾多車 但一定避不上旅遊 遍地的時候 拱北都會復到十多年前 地下商場人流就少了很多 很多店鋪都沒有開門 有些還藏起來 出到去過關 就沒有了以前要年齡 分流的關口 可憐的是 出豬海就要講豬澳口岸 但回到澳門 照舊是拱北關 就可以了 都算它有一點人性 入澳門除了要這個 澳漢馬之外 同樣都是要填 中國海關出入境 健康神明卡 才行 唉 你遲短短的出豬海之旅 就這樣結束了 最後 都要講一句 唉 希望我疫情快點過了 我要出去玩啦 啊